是非常冒险的一个举动嘛 如果一旦这个250没有发挥作用的话 这个打野必然会在三分多到四分钟的时候 血量 血线会非常低 这边是一个IG再次展现出了他们就是干的这个风格 对的 简单的粗暴 太拼命了这个出装 三个大红药 辅助也是大红药 我觉得他们似乎是碰不上了 不过这里的话我们看到IRM给自己的红包是放了眼睛 这个眼很关键 看到了IG这边的动向 而且最主要是看到他们装备以后 这个对拼的时候就要掂量一下了 对的 IG这边一级团确实很凶 而且IG这边有一个安妮 对 安妮加锤石 以及ED其实一级团也很厉害 安妮已经是叠好了被动 看一下这边两边会不会有遭遇 LM这边的动向IG应该是没有掌握的 不过看到对面的红buff那里没有人的话 可能也是预料到 这里是不是要被对方反其道而行之呢 不过这边留人不是很强 交一个闪现没有问题 直接交闪现非常果断 是呀 你被打一套交闪现没有意义的呀 这里红buff要被抢 IG这边可以拿完蓝直接去对面的红 自己这边红肯定是已经没有了 对 好 去拿对面的红 那对面那个眼睛还在不在 看一下对面红buff放的是60秒的眼呢还是 应该是一个60秒的吧 我看一下 还在 不是60秒的 狗头想去骚扰一下 但是已经晚了 还留一个小的 诺手的抗压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特别的好 狗鞋 不是 诺手诺手 诺手抗压不是很好 对 狗头抗压很优秀 对 它单线是非常强的 而且它是主动换线的一方呀 GDD很相信自己的个人能力 好 中午我们注意到凯尔 其实也是出了一个大红药的 是的 他还是在 类球在线上 跟安妮拼得凶一些 安妮 好像是特意为了小楼而选的英雄 不好吧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 米勒 知道的太多 不太好 第一什么 安妮女COTOR 哇 紧姿这个 哦 漂亮 但是闪现过来 IQ弄死 孝小这里要 这边还有个EZ支援过来 稍微蹤一下 等EZ EZ过来 交一个点燃 双B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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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孝小烫死了 孝小怒散人头 小孩怒散键盘不玩了 这游戏怎么玩 好 垂时拿到一个双BUFF 真是没啥用 他可能是辅助里面 最不依赖双BUFF的了 你说叫琴女啊 这种 他还能点两下 还能加点血对吧 消耗一下 后悔一下 狗头来了 一脸莫名 什么情况 不过狗头的抗压确实比较强 在这里要小心啊 来 笑小说 我有双BUFF 我就要做点贡献 这个W空了 但是 好像还有打的意思 两个人血量不是特别多 小小这个塔 这个仇恨拉的 哇 漂亮 太完美了 我们注意到最后一下 笑小拉仇恨的时候 是没有被塔打一下的 这个控制实在是完美 是的 小心变下夹子 安妮奔着跳着又来了 好像 没有笑话 这里人马 有没有机会拿一个双BUFF 看一下 安妮的血量不多了 人马拿了一个双BUFF 但是也不能 没来了 一直没来了 一直没来了 没来了 还好 这把BUFF是拿了回来 安妮这一波支援有点 让人没有想到 是的 杰这边被发现了 杰说 搁了双BUFF 我来了 不行不行不行 太冒险了 哎哟 安妮有晕 勾回来女性 找了闪现 但安妮应该还是可以杀死她 感觉还不如换呢 这其实就差一下 她的那个闪现和意义进草丛 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 是的 只要胆子大 团战不放大 一笔谁更虎 IG一挑五 我们观众都是诗人 对啊 观众都太有才了 是的 垂石来到了线上 基本上也是磕了大荤药的垂石 那这样的话 她的普攻 其实有Q的被动的话 伤害很高 李女性回家 第一次是补充了一个十字稿 EZ是出了一个小弯刀 EZ出这个装备的话 她的单挑能力会有一个小的加强 小弯刀其实性价比现在很高 对 因为她确实比较便宜 两个拼得有点凶 安妮是倒六 闪现 躲掉了 这一次进攻 因为安妮是下路拿到了两个人头 所以说经验比凯尔率先倒六 凯尔这一波的time也是没有算好 被迫交了闪现 而且这一波安妮的话是直接出了一个无用大棒 伤害也是很高 人马这里中路也是六级的人马 双muff黏到恐惧回来 能单杀吗 但是卡尔这边 总算是倒六 交了一个大招 这一波很漂亮 最后一下居然没有A出来的一个塔 这一波double kill是 让LM的气势又有所回升 下路的塔也是顺势被带掉 现在LM的局势看起来不错 这里小心垂石 垂石 应该是伤害不够的 主攻 有一个点燃 有点燃 亮了 千算万算 没有想到这个垂石在点燃 这个双buff再次回到了笑笑手里 几度一手 这个buff简直是三性加弩 垂石 这里由于有等级的优势 开了buff呢 好像是最后一下杀掉了就消失了 好像是 那这样的话还好 不过现在伊丽的等级比女警高两级 还好是女警也升到了五级 现在换线过来的话 女警打对面的高等级的伊丽和褚 是要小心一些了 是的 毕竟这边情女的等级也不高 还没有到六 非常危险这两个英雄 还看到杰这边的走向是 要强杀狗头只有四级 这个pdd已经是七级了呀 这个等级的优势 下午完成了两次击杀呀 狗头感觉今天又要悲剧啊 还是没有 发意起来 是的 而且这边杰直接过来帮着pd一起想推下落的塔 狗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这一局的狗头太惨了 哪一局的狗头不惨你告诉我 哪一局的狗头不惨你告诉我 那他为什么还有险 因为他对吧拼一拼 看狗头的装备 看狗头的装备 各种护甲 看狗头的装备 看狗头的装备 看这边的话确实要成 分各种护甲 不然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没中 但是被打了一锅很痛 要强行的拆 小弯刀用没有 小弯刀有没有用 哦这个大 好不掉了 bajo 居然没有空大 舅头传送过来 咱们能挂到1个简锁 好 W挂到 瞄一下天使的一个q 先试辑 八道 文字幕志明 明镜然10万平均 实际上 诶 活得好久 坚持了很久 这个小哈密蚂老板要被打蕉了 大蕉 漂亮 死了 还是死了 我觉得上路这一波 为什么要让人头呢 他想让给狗头 但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而且最后被情女拿到了 不要让人头呀 这种时候了还让什么人头 能杀人就不错了 这样半天人头 结果之后没有杀到 而且安妮现在真的是打得很凶啊 在出息打线上 因为凯尔的话 其实你要持续的输出 你只要一Q到我 那我持续的就是一波 反云 再加上一个QW的连击 而且安妮现在是有闪现 也有大招的 她现在打大天使的话 这是先靠你的血 是的 我看一下刚才 我们刚才漏掉了这个人头 被勾到 这是初期的一个人头 这里也是一空了 这里是给了点燃 关键区给了点燃 直接一分一个亿成功收掉 哎 而且这一下时间 我帮我 那我们alia 我们刚才 对 我们躲在一起 我们现在 在了 紫芳的野区 而且把视野已经控到了 一个大招开得不错 躲掉了 到很致命的伤害 但是不勾地回来 不过安妮已经招掉自己性能了 所以没有深追 现在又把女警放在了下路 跟PTT兑现 毕竟女警手长对吧 PTT手这么短 安妮现在又有大招了 而且还有晕 关键大天使没有大招 没有大招一定要小心 而且IT这套阵容 我看一下这边 哎呦 这边要被卖了 人马冲过来 抽到一会儿来 杀掉 刚才其实我们看这边 IT这套阵容不是第一次见了 这套阵容就等于是打一个四合的战术 就是打野的话也是很需要发育的那种 然后到打起团来 每个人都有输出点 非常的凶 他们这个爆发是非常恐怖的 对 不过好在LM这边是有一个天使 加上琴女 要是其他阵容的话可能会更容易奔 现在LM前面还算不错吧 没有把这个劣势被放大 哎 闪现 勾回来 这里被挂到 应该是挂了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 琴女一个人放到下路太危险了 这个线太长了 不敢太深追 是的 而且杰的这个支援是非常及时 这里还想Q一个石头人啊 太坏了 不过人马这把的发育不错 对 人马前面人头还是拿到很多 5-3 不过他是出了一个偏防御的这个装备 他也是 对 就是因为他发育好 所以他才要更肉起来 对 就是说他这个装备是加护甲 加生命值的这样一件事 他这是偏劣势局的话可以这样出 其实我觉得劣势局可能才更应该去搏一搏 搏一搏单车变模特 经纪领先其实并不是很多 爱记得一直是忙着打架 也没有特别好的去放 对 这个小龙是 小龙 没有 你老叫我 我说小龙 注意到姿态这里已经做了明火了 这个人马要操心一下 人马过来一看 有明火快跑 还好他输的是肉装 是的 要不然的话 我估计这个姿态已经上了 现在双人线打双人线的情况之下 其实EZ打女警 由于初期来讲的话 EZ发育得还不错 三个头加这边三次阵亡 这个差距还是 有一点的 EZ现在的威胁性很大 安妮裸了一个明火 好凶啊 但是 她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去选 你去秒呀 凯尔你又秒不掉 对吧 人马 不秒别人 如果凯尔在的话 也很难秒掉的呀 这PTT又要单杀了 我们看一下 先过来 单级的等级压制 挂到减速 快走回 快走掉再勾回来 没有杀 这狗头大招还是 挺肉的 对 你开大吗 我走 注意到这里凯尔 卡的位置没有被PTT看到 但是上路这里又是勾掉了 然后这里接开了个大招 伊斯有没有机会 捷来了 我们注意到下路应该是可以带走PTT 哇 反杀了 还好是没有 没有给他刷新啊 PTT一位二了要 快点PTT加油 还好没有刷新 要不然又是一个Double Kill 哎呦 天呦 Double Kill 而这里人马应该是可以走掉 极限的勾没有勾到 这一波 EG又是转呀 下路一打二绝换掉一个 差点完成双杀 关键是还是在凯尔有大的情况之下 换掉了一个 当然可能也是距离不够了 所以被迫交代 如果再等一会的话 就是一个双杀 凯尔没有想到 他把大招给了别人 然后自己就死了 是的 这边的装备 我看到EG是直接出了破败 来看一下这局进场回放 这里给了自己大招 但是他没有想到PTT杀害如此恐怖 就差一点点 被流血加点人直接烫死 那随后的话就实在没有办法打了 狗头一个Q是收掉了这个人头 而上路这里的话看到 女警第一时间交了进化 但是依然没有什么作用 这里垂直这一勾 他被EG点缩了 哎呀 差一点点 所以说EG出了这个 比尔吉沃特弯刀还是很有用的 那女警本来可以跑掉的 对 我们刚刚看回放的时候 EG又是用败王单杀掉了下路 带线过于深入的一个狗头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呃 他破败王者之间是很多 EG一个 然后落手一个 这么快 对 15分钟差不多 这盘EG已经是四个人头的EG 四个人头的EG 哦 人马怒抢小龙 抢到了 抢到了 开大跑掉 娃娃损预言 而且还有一个闪现 啊 这里是杰要 哎 很肉 交了所有的技能 还是跑掉了 我觉得这一集说不定 在人马的带领下可以翻盘哦 是吗 你可以 对的 因为我的预言现在经常中 你知道吗 挖岛 请放过我 嗯 你一定会身材变得很好 别别别这样 一定会越来越慢的 我相信你 加油 随时出了400 哎呀 这女警的胆就幼稚 随时跑得好 好凶啊 跟EDC单挑拉回来 EDC赶过来 没有办法 好亮啊 这一把 哎呀 他卡过人头 笑笑最近好溜啊 哎 最近真的 一点都不客气 对的 我记得他在我们继前赛的时候 打了很多很多场 一个人头都没有 全是助攻 最近好像转型了 一个一 这边 第一个碰到人的直 自己人马要小心啊 自己没有大招 而ED这里还是 有一个好胸 直接交一个大招 大招的 杀掉了 给了自己一个进化 又勾住了 哎 神配合啊 这边 漂亮 哇 这边真的是神配合 这两个人配合太好了 现在 小孩是 适隔几个月吧 再次吸出EDC 还是非常的潇洒 不是啊 你看啊 现在他们领先了10个人头 但是军绩只领先了3000 哎 这个有点奇怪啊 因为不补刀呀 只杀人呀 他们是也不拿塔也不拿小龙 反正就是光杀人 就是干 对 哦 这里确实EC的这个 有破坏王者之认以后 真的是让对方慢性死亡 东路这边又想秒 扰掉了 自己要死 被换掉 当这一波是安妮上去先骗掉了贴死的大招 哎 女警的位子 女警又危险了 女警又危险了 女警没有看到 这个 这个四脚卡的实在是 怎么说 女警莫名其妙 什么情况 她还在那边打石头人 然后被卡了四脚 今天IG是打嗨了我感觉 每一条线都在售 对吧 关键是他们只领先了 3000多经济 对吧 这女警好惨 0-6-0 怎么破 这班女警是有点被针对的 对的 关键IG现在每个人的伤害都蛮高的 包括垂石 是的 包括垂石现在都可以打 J跟ADC单挑了 这里又回到了下路 他把下路的塔推掉 EZ现在真的是玩了6 现在直接破败了以后 GA下一件装备 好 这里下路的天使的位置 好像 啊 其实是放了一个眼 这里是抢了安妮一个蓝buff 对的 抢到就跑 安妮脾气不错 还在追 一直追了过去 不对 真的还在追啊 上面安妮静止走了上去 安妮这一盘在打什么呀 就是 就是 满图乱跑呀 这条线都在杀 也不推 也不拿小龙 就是干 你看他每条线上都有人 都在寻找单杀的机会 秀的机会 不能打小龙呀 打小龙被人抢了呀 万一打大龙又被人抢了 那不好玩了 所以还是不打龙了 所以还是不打龙了 各种各种做事也 这个是要让 LM变成瞎子啊 哇 描解 漂亮 这个女警的反应 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 嗯 嗯 下路想听一下啊 手卡的 这个 这个 真的好坏 连剪毛都不放过 是的 太丧心病狂了 嗯 这里真的是各现在乱打 这个 但是 姿态玩脱了吧 玩脱了啊 但是下路这里已经一下不脱了 请你一个大招不错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救掉天使 这个艾奇已经在这边 蓄谋已久了 总算逮到一个 关键现在装备领先太大了 对 所以即使艾奇这边只有姿态一个人在乱玩 其他四个人在抱团 哎 杰直接交大 琴女应该是 反正一个虚弱很及时 这里狗头要抽 但是也没有办法留到人啊 这个组合 还勾到了 有大了 漂亮 现在虽然这个艾奇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但是LM这边没有输出啊 这边EZ一个大刮死了琴女 然后EZ在持续地点人 哎 人马想换掉最后一下A不出来 被疯尽了 啊 这里狗头和EZ在纠缠 不过EZ的作战能力显然要更强一些 哎 没蓝了很可惜 他没蓝 双buff 看到一个双buff 双buff 被减速了 哇 还是没蓝 还是拿掉了 这EZ是没蓝 要是有蓝的话 对的 可以完成收割 可能EZ是想先拿掉人马 然后拿双buff 结果 没拿到 被减速了 是的 大家看的是比较开心 但是为了比赛的话 还是要稍微的拿一下塔 哎 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 来 观众喜欢才是真的喜欢 好 对的 我觉得从头打到尾的比赛最好看了 是的 不是也要干到天亮啊 那就天亮吧 就一直不推塔 我们就一直在外面 5v5 哎呀 我们已经是拿 又拿掉一条小楼 这样的话 经济的劣势又 搬回来一点 搬回来一些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这种装备的领先 怎么说呢 其实你看装备 还是显而易见的 对的 你其实看装备 并不是特别的 但尝尝ADC就知道了 对 EZ的装备是领先比较多 其他位置的话还好 你看这边 EZ装备太好了 真嘛 这把没人出肉 他们所有人都在出出出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隐患 你出了个中央 确实 也算是防御界天赋的一点的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去防守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他们全部想的都是要上去干 上去拿人头 不过我觉得LL这边随着装备的 逐渐的成型 再加上天使的反手 加上情侣 这个团战会好打一些 对 对 这里女警提前回城了 又想杀这个女警 来排眼 不带400了 太贵了 这个外面的眼是什么情况 叉痴了吧 我们看一下狗头的 越来越来越有低娘风范了 这是黑孝小 还是黑低娘啊 黑低娘吧 这技能有几多球 低娘大招抢人头 这里的话上路二塔打算推一波 但是对方的狗头一直在带线 而且是有传送的 所以说这一波带线的话 你最好快点推 不然的话对方很有可能直接是在打回来 这里我们注意到安妮的闪现也是马上要就绪了 其实她 安妮现在的伤害秒得掉狗头吗 应该是杀不掉的 安妮也是很早做了失真 所以是很正确的 打狗头没有意义啊 哇 这上了好高啊 被减速了 下一个Q能不能打出来 但是狗头的起跑 打到了 没跑啊 还是秒不掉 杰 杰的位置 狗头应该走不掉了 伊贼一个大 神大吗 伊贼这个大 神大吗 哦 差一点 交了大招 最后时刻 狗头才交了自己的大招 但还是没有办法逃掉 这里垂石直接拉人 又是开大 让伊贼一个人输出 直接卖自己 但是这个卖的有点太果断了吧 伊贼没有办法 虚弱它到 人马太肉了 我说是不是人马要carry 太肉了 人马果然要carry 哎呦呦呦呦呦 大天使没有大招了 杰也来了 天使应该可以大叫 安妮这边也在 哦呦 小孩好凶啊 小孩是收掉人马 杰又在这里追寻女 反正 IG这边都有输出 真的是 各自为战 从来不抱团 对 前天辞职了 打算去现场看看 辞职是个好事情 祝你新的工作 能够让你实时顺心 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 辞职是个很好的事情 换个环境 哎呦 这边狗头即使是出了一点肉装 面对EZ的点还是很痛啊 破甲弓加破败王者之刃 这两天装备 一起的配合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好的那这一波打到现在呢 我们看到人头已经领先了14个 但这个经济一点都不像领先14个 是的 我们以为领先14个应该经济至少差个1万吧 1万应该至少 因为你在杀掉人以后 还有很多后续的东西 包括线上的武兵 包括推塔的压制 都有这种 主要这个环境H是没有特别在意这个小龙 但LH依然是非常在意小龙 他们的强小龙功底非常的强悍 LH这边女警在一直发育 是的 对女警是从来不参团 对的 其实在她的补刀是领先选招 弄弄打钱 打20分钟 诶 勾到没有 没有 我感觉她前面那个0-6-0 有点惨 她可能杀她都不值钱了 我觉得她那时候就想了 我再也不去参团 就一直补刀好了 但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女警是251个普段 诶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顾忌重施 诶 没有 还好 这边很好的事 再往前走一步就 要是个锤石就被勾住了 勾吗 不勾 先把眼 对的 这个大龙应该也不敢轻易的拿 毕竟这边还有人马 人马抢大龙 大家懂的 真的 这样拖下去 其实LM还挺开心的 诶 又是一套 人马交出大招 冲得好远 天使在套一个加速 那这样的话大龙就没了 对的 人马已经没有大招了 她怎么抢大龙 看一下人马 已经开始打了 她不打算回去了 这波只要有一波恶战 关键其实狗头现在发育得很好 被抢到了 还是不用打 看狗头的Q跌了多少了 没有多少 可能100多吧 100多一点 我觉得200技巧有了 我刚注意到她是跌了80多 现在是123 怎么才这么少 诶 我们看中路这一波 先是秒掉了琴女 狗头全送 这里天使 大招加中亚很漂亮 这里安妮没有W到 但是这里EZ的位置很尴尬 两个输出被赶跑 对的 应该是一个辅助的兑换 这一波其实是 哇 PDD 无情的意思 人马这边还在拿对方的红buff 是的 哇 转过来 Nice 这里挂到减缩 三杀了 人马这边好淡定啊 对我被三杀了 他还在这边拿红 不知道为什么人马这个视觉冲击力 依旧是这么震撼 是的 其他英雄拿三杀好像就那样了 但是 不是 我说的是这个 诺手 主要是他的大招 填填的效果太帅了 关键是这样的 因为他拿三杀是在对方英雄 还有五分之一血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完了完了要死了 就是把人跳起来 然后 斧头举起来那一瞬间 就感觉特别 而且我们心里都在脑补 人家不是诺克萨斯的吗 诺克萨斯 万岁 我们会回来的 领先17个头了 现在的话 诺手是出了破坏王者之刃 还有一个黑切 哎呦 这个伤害确实太高了 三BUFF 三个BUFF 转啊转 而且诺手的装备三个都蓝箭 我又开始脑补了 我有四多蓝 对面都是菜 对的 好走人 那这样的话 一波大龙一波小龙拿完以后 亲戚的差距瞬间就被拉开了 我们来预测一下 这局的MVP是 落手呢还是EZ 我觉得都很亮 其实我觉得辅助也可以看一下 闪现过来一个大招 但是EZ这里好凶啊 漂亮 刷刷 真的太精确了 极限距离Q到女警吗 应该是 我看女警离得挺远的 对的 太恐怖了 女警以为自己是安全的 刚才这一波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对拼 要闪现 然后EZ直接交进化 然后刮大 闪开刮到了情女 这个时候发现情女好像打不过 这边放了一个大招 Q 哇 我觉得好像是无意之举 而且 我感觉女警自己撞上来的 对 感觉她在Q请你 然后请你躲开了 对的 女警自己撞上来的 但是世界上很多很伟大的事情 都是巧合嘛 对不对 这里还想搞PED 安妮 直接要瞄 大招交的很漂亮 恐惧会来一个笑笑 笑笑应该要死 临死放出了大招 这波的话 赚了一个辅助 但是也交出了很多的技能 姿态还在这里想浪一下 一个金身 姐这里的状态不错 张姐是BDD BDD要来了 一个 两个 没有刷新好像是 刷新了 最后一下 直接团灭 这 真的是没什么脾气啊 这一波的话应该可以顺着超级兵至少拆个塔 他把斧子顶在了鼻子上 让黑党塔的伤害吗 哈哈哈 也许吧 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 应该是要机器了 直接一波拆基地 好的 我们勾